飞机上抽烟会怎样 在1982年的广州白云机场 曾发生过一起惨痛的空难事件 25人被燃烧的大火火火烧死 最终事故调查发现 引起这次灾难的原因 竟是因为一名乘客 将为熄灭的烟头扔在飞机客舱 1982年12月24日 一架飞机正在广州白云机场上方准备降落 该架飞机是中国民航2311号班机 隶属中国民航兰州管理局 执行路线为长沙至广州的定期航班 机上此时共在有11名机组和58名乘客 眼看飞机即将降落 此时一名男子从兜里掏出一盒香烟 空姐见状赶紧凑上前去 他并不是要阻止 而是细心的为这名男子点燃了火柴 在现在看来 在飞机上抽烟是被绝对禁止的 然而这可是1982年 当时的民航不仅没有禁烟 反而还为乘客提供香烟 就像现在提供食物一样 为的就是尽量招来一些乘客 那时的所有人都认为 在飞机上抽烟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 甚至不少飞行员都是一边叼着烟 一边驾驶飞机 而该男子抽完烟后 并没有将烟锅巴扔在扶手上的烟灰缸里 反而顺手扔在了地板上 正在此时飞机出现了一阵颠簸 这一点导致烟头从地板缝隙里 掉到了下方的设备舱 紧接着设备舱里冒出了浓烟 并顺着缝隙传到了可舱内 这突如其来的烟雾 让乘客们开始慌乱 空姐赶紧跑到驾驶舱 将这一情况告知机长 而机长很快就做出了判断 他觉得应该是电路起火造成的 此时离广州白云机场只剩几分钟航程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他立刻呼叫塔台 告知情况后请求优先降落 接下来他便与副驾驶一起 驾驶着这架飞机开始进行降落 与此同时可舱内的浓烟已经越来越大 所有乘客开始在走到四处乱窜 好在两名飞行员技术哇塞 很快让这架飞机接触了跑道 同时机长第一时间踩下制动 终于飞机稳稳地停在了白云机场跑道上 机长赶紧切断飞机总电源 此时的乘客们终于松了口气 但事实上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当机组打开舱门进行疏散时 这时候才发现一个可怕的事情 机场上的闲梯车竟然没有就位 由于这架1218B型客机 采购于1959年 这上面根本就没有逃生滑梯 而舱门离地面有六米左右 直接跳下去就算没被摔死也会半身残废 情急之下机组决定打开工作梯 这个梯子不紧长 而且还窄 只能容纳一个人 于是在机组的组织下 乘客们排着队有序进行撤离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可就没这么乐观 当第十名乘客成功撤离后 机舱内的浓烟开始演变成了明火 要知道烟雾会漂浮在空气上层 但是火势就不一样了 眼看明火转变为大火 乘客们开始大声尖叫 不停朝着舱门挤了出去 不少人为了逃命 甚至从一些老人小孩身上踩过 可无奈工作梯的撤离速度实在太慢 位于客舱尾部的一些乘客 开始出现晕厥 紧接着大火越来越大 甚至吞噬了整个客舱 当机场消防赶到时 大火已经将飞机烧穿 整架飞机成了一片火海 他们赶紧用云梯车对乘客进行转移 可现在已经错过最佳救援时机 不少乘客已被大火烧得体无完复 更无语的是 当一些重伤的乘客被转移出来时 医护人员并没有进行现场急救 而是赶紧将其送上救护车进行转移 这个做法导致有两名乘客 由于抢救太晚不幸遇难 事后统计 该次事件共造成25人遇难 34人不同程度受伤的惨痛结局 之后经过调查发现 当飞机在跑道上停稳后 机组应该按照规定 立刻用安全锤砸开玻璃 以便于浓烟能够排放到机外 但当时机组急于疏散群众 所以导致25名遇难者中 有19人是因吸入毒烟窒息而亡的 另外 闲踢车直到救援结束 也没有见他的踪影 医护人员也没有按照规范 对伤者进行现场急救 种种原因结合在一起 导致了这次惨痛事故的发生 然而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那名吸烟的乘客 事后 民航部门高度重视此事 立刻发布了一条规定 建议乘客们吸完烟 一定要确保烟头已经熄灭 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